除了現在疫情之外 我記得不是太嚴重的時間 我和科林都有試過排隊去買東西那種狀態 但未來相信也可能一段時間不需要再出現 因為好像又有些商店 又說可能改一下營業時間等等 超級市場之前阿斌你還未開營業 我沒有認識過營業 沒關係 正常 超級市場這幾天都看到有不同的營業時間 有人搶購 有些個人護理店 甚至乎曼玲又說有幾間要關閉 其他陸陸陸陸陸有來 都看到一些店鋪要改營業時間 甚至乎有限度營業 回應起初阿斌仔說的狀態 這個沒有說到禁足等等 但是將所有東西慢慢收窄 收到你根本出街都沒有地方去 是呀 這樣的狀態 是呀 它令到你習慣了 其實出街都沒有用的了 在家裡好過了 好了 比如說說有九個地方 之前說過一些 比如說油站 超級市場 一些生活必須一些 好了 但有時候譬如放了工 生存以外也要有少少生活吧 在家裡找一些擺設 令到Quality of Life提升 都是一件事 起碼令到人的心情愉悅一些 但是不好意思 很多店鋪都會跟你說 我們三月有一個新的安排 當中包括有時候我們未必買 但走進去看看也很開心 比如可能是無印 這一個就相信就算不是買的家品 很多人其實會買它的小食 是的 是的 那當然之前他也被人說 他是用新疆棉 你自己再想一想 但是無印是還有一種吸引力的 或者你有時候走進去 看看日本設計的傢俬 那些毛巾 就算不買到 你摸一下很過癮 就是你走進去看看 其實說真的 裡面的東西不是很特別的 就是咖喱膠那些 其實可以說是 極其普通的 不過它放在一起的時候 你又覺得好像有一股味 是的 它放在一起 你又覺得 又很漂亮 我壞鬼 那些 它有些小商品 都是挺正的 例如有一個釘書機 你不用用釘的 就這樣 拍下去就可以 它就會穿了一個洞 然後把它扣起了 也有些小品 是挺有趣的 你慢慢走進去 出新東西就會發掘到 但是那個狀態是 無論是Muji也好 Eon也好 宜家家居也好 那個狀態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其實我的腳是有這個 逛街腳忍 是 還有購物症 狂症後群 是 我這個就知道了 有了十幾年兄弟就知道了 是的 是 是 全港應該有七成人都知道了 是 是 因為 禮賢和賓仔都知道 有時候 不是說要花很多錢 但是可能花幾十元 我肯定是要走一走過去 肯定要找些東西買一下 那個人才會安樂 是 是 現在這些場所 可以刪刪 減刪 減刪 停一停 那些 那就糟了 對於我這些有腳印和手印的人來說 真的比較慘 是的 這個店舖 譬如說可能無印 遲些都會有一些叫做 安排上面的東西 所以現在 除了大家平時看新聞之外 可能真的在你們的一些叫做 社交媒體上面 你真的可能要看多一點 是關於那些品牌的 就是它主要的一些Facebook 或者Instagram 一些公司的帳戶 可能你真的要看看 譬如很簡單 剛才說的無印那個 那可能3月1號開始 它有一個新的安排 例如 它有一個 就是好像是大局罪 它有一個是Muji 那間店舖加起來有cafe 那可能有些 譬如說是暫停營業 然後可能有一些 譬如可能是小一點的 譬如晚上7點鐘 就已經是沒有了 那些店舖 到晚上7點鐘就不開了 這樣 那這個你要自己看 好了 然後現在家具 可能就全部8點7點半 上個星期說過 實惠現在都開播了 實惠就說 減到早上的11點到晚上8點 所以那些人買的檢測包 之前不是說 實惠買是最便宜的 那那個呢 就要看時間 好了 至於你說unicode GU那些 之前有說過 好了 連沙沙都開始 是有很多 就是店舖 是會 停業的 因為它就說 有某一些的員工 有初步的確診 所以相關的店舖 就會停業兩天這樣 當然你要提到官方的網頁 接著它自己的帳戶 都會公佈給你的 另外有一個 就是少一些 香港人 就是說常常去 但其實有時候 你有空無聊等人的時候 或者什麼走進去 又會有一點無限驚喜 就是馬沙 馬沙在這個3月1號 就會開始調整他們的時間 那我大部分看 很多都是 我想絕大部分 去到晚上8點鐘 都應該差不多沒有了 8點接近就變得到 是 因為它間間也有不同 現在要看看 有些會關閉 有些會改營業時間 無論是買東西的地方 還是吃東西的地方 尤其是吃東西的地方 真的 有些店舖 你預期它 今時今日外賣自取 去到10點 原來有些去7點 就已經收等等的情況 你真的每一間 有不同情況 所以真的買 或者去之前打過電話 或者上網看看 這個是大家自己要注意一下的狀態 還有就是 有些餐廳 甚至乎 我昨天也有說到 維持有限度的服務 可能你最喜歡吃的東西 都已經 在那段時間 就沒有了 自己就要小心一點 不過有一點不變的 就是 上一上線 無論我們 現在居家抗疫 或者 我現在還可以 在直播室的現場 都會和大家 星期一至五 10點至12點 星期一至五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